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 广州那边有点事 我得回去它 工作要紧 你先忙你那边的 你说住在那地方 一天两天还挺新鲜的 可是哪有这儿好啊 你说我在这儿住了三十多年了 这儿都是我们原来轮胎厂的老工人熟啊 可是在那里 谁谁都不认识 心里觉得挺难受的 宝叔 说真的啊 你这一走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说原来咱们这小区谁家有个事什么的都过去找你 让你帮忙 是 现在呢 他们都说宝叔找不到了 宝叔这一退休都不管我了 现在还得靠领导 宝叔靠不住我了 真的 他们真的这么在乎我啊 那当然了 要我说宝叔 搬回来住得了 说心里话 我真的想搬回来 搬回来啊 再想一想吧 再想一想 爸 爸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你这么做 要是让哥知道了 他不得气死啊 他生什么气啊 这房子给我买的对吧 当然是我说了算啊 行吧 只要你高兴 做什么都行 还是我们小辈灯老爸的心 你放心 这房子我一定只租 绝对不会卖的 因为到时候还给你做嫁妆呢 爸 你说什么呢 怎么样啊 你们同意吗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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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还是到家里舒服啊 对 宝叔 真回来了 要不是楼上是张爱公司 我还不知道呢 你说啊 你又再不回来 我真寂寞死楼头 你寂寞死啊 我要不回来 我也寂寞死了 不看上了 谁 离不开谁了 真的 别算了啊 陪我下会儿去 谢谢啊 我说贵芬呢 你说你自己 看这么大的水果摊 你啊 真应该考虑考虑 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吧 唉 那又能怎么样 不得生活吗 对了 大宝 听说你又搬回来了 是 在那边啊 看不到你们这些老人 心里挺难受的 所以就搬回来了 那 小贝呢 那 小贝呢 也搬回来了 唉 你真的没考虑 把真相告诉啊 千万不要 这是为什么呀 你就别问了 这样挺好的 我看 你这挺难的 我来帮帮你吧 我给你打工 你给我打工 对呀 那怎么行啊 我这小摊又挣不了多少钱 我可没钱给你开工资 唉 谁管你要钱来着 我赵大宝的为人 你还不知道吗 谁有困难 我就帮谁 你这儿啊 不是正好有困难吗 我正好帮帮你 就这么定了 那我帮你 把这边弄 要不要再摆一摆 没事 帮你 爸 最近心情挺好的 是吗 搬到这儿来了 这比那边 住的舒服多了 爸 嗯 听娇娇说 你最近经常帮那个华阿姨卖菜啊 这娇呀 嘴够大的啊 我是觉得你应该离那个卖菜的原点 听说他原来是个杀人犯 一个杀人犯 能什么好人啊 你闭嘴 胡说八道什么呀 华阿姨的为人我还不知道吗 真是 你怎么了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 反正我觉得你应该离他原点 别把赵大宝的仪式英明给毁了 你再说 你再说 这么没大没小的 再怎么说 黄阿姨也是你的长辈 你再这么说 信不信我对你不客气啊 本来就是嘛 干嘛那么生气啊 他都杀人犯了 而且那么大岁数还一个人 能什么好东西啊 你 你 小贝 你打我 从小到大你都没有打过我 你居然为了那种女人 你打我 小贝 我 小贝 你去哪儿啊 阿姨 黄阿姨 不是一般的女人 赵大宝啊 平生第一次打了女儿小贝 可以想象小贝心里的委屈和痛苦 然而他不知道 在父亲赵大宝心里很纠结 赵大宝本想把身世真相告诉小贝 但是小贝的偏见就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赵大宝一直担心 女儿不能接受母亲是个杀人犯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父亲对小贝是一个伤害 对黄慧芬呢更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让赵大宝左右为难 而小贝也的确在父亲所担心的 对父亲偏偏喜欢一个卖水果的杀人犯 感到不能理解 好 好 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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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傻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告诉小贝了 这 我这些 在上天的时间 我们天天 天天看见他 就知错了 我要给你手术 能治好的 一定能治好的 不许 你今晚不及 我只想 我只想能看得下 只要我 只要我能看得下 感情 我说小贝啊 不是我说你啊 这次就是你不对了 你管什么不行 非得管你爸感情上的事 是你管的吗 江阳 你到底帮他谁说话呢 我说话 你看我今天看上谁了 谁啊 二子 二子是谁啊 就是卖我车那二子 今天差一点就发生了 文章跑了 小贝 爸找你有点事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累了 你黄阿姨有病了 要动手术 把我们家的存折给我 爸 咱们家钱用在谁身上都行 就是给那个寡妇用不行 你 小宝 爸 怎么了 我刚刚从医院出来 对对对 就是在这儿吃点东西 我给你商量点事 就是想啊 给你借点钱 爸 你看你说什么呢 爸 我知道了 行 那我明天晚上就回去了 啊 哦 行 行行 那我在家等你啊 好 挂断电话 赵小宝立即安排人 第二天到医院 给黄慧芬交医药费 哎 老哥 这个黄慧芬是什么人呢 宝哥 必须要给他汇钱 干什么了 站着 跟我到公安局去 哎 别跑 往哪儿跑 我到公安局去 往哪儿跑 你 哎 不该问的别问 宝哥的事你也敢打听 你小子胆儿太大 你不需要去见宝哥吗 带我一块去呗 哎 哎 车跑 行 那正好离的不远 咱一块去就一块去吧 真够意思 老哥 哎 走吧 嗯 这是 大头 我们都跟他叫大头 没 我好像是在那儿见过你啊 是吗 啊 你不是偷车那个吗 你怎么知道吗 别提了 那天要不是那老婆死的 我就得手了 哎 你知道那个老婆死的是谁吗 不知道呗 我爸 啊 我是真不知道啊 啊 啊 什么啊 不知也不怪啊 还有你啊 你说你那个车卖给谁不好 被得卖给我妹夫啊 啊 老婆 我不是不知道吗 我要知道我直接把车直接送给他了 送 我送我也不行啊 你送 你那不是害我妹夫吗 啊 嗯 行 行 这事就算过去了 聊点正事啊 嗯 最近呢 公安那边抓得有点紧 不熟悉的生意 咱们现在不能做 行 老子 嗯 长点脑子天天的 是 爸 所以说 你的意思是 不想让我上他学了是吗 爸 实在是供不起你们啊 爸 我走了 也许很快就回了 也许会很久 那 开一家公司 现在公司 几年的利润在四五百万左右吧 都是爸的错 爸不应该不让你上大学啊 对 别说了 爸不应该不让你上大学啊 其一个如船的赵大宝 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那就是 小宝其实根本就没开什么公司 他一直在做走私偷窃汽车 买卖黑车的勾当 而且还是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 按照我国刑法第264条 盗窃公司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312条规定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而予以窝藏 转移 收购 或者代为销售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153条还规定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 偷逃英脚税额特别巨大的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偷逃英脚税额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小宝已经触犯了这些法律 他将面临十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甚至无期徒刑的制裁 面对儿子的违法犯罪 赵大宝内心可谓十分痛苦 那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大宝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喂 小宝 爸 怎么了 看他不是打过电话了吗 小宝 爸最近心情不好 行 我知道了 爸 你吃 小宝 你明天可别忘了回来 好好好 我说回去一定回去 小宝 爸在家等 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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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呦 弄这么多菜 这不是因为 为了帮我邀钱 特意醒我的吧 干嘛 爸 想跟你说点事 你衣服做了吧 对 先尝尝 好吃 谢谢啊 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菜 来 多吃点 爸的厨艺是越来越好了 好 陪爸喝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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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一个 来 干杯 干 来 来来来 来 小宝 这几年 你在广州 都做哪方面的生意啊 啊 我主要是做汽车相关销售 小宝 这生意 咱不做了 不是爸 你这 我小的时候 你不让我上大学 现在又不让我做生意 你这不是跟我过不去吗 再说了 这回你管不着我呀 我是管不着你 可是国家能管得着你 公安局能管得着你呀 爸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明白呀 小宝 你小的时候 妈欠你很多 我本来想 等你长大了 好给你补回来 可是 我知道 我欠你的越来越多 这一辈子 都补不回来了 爸 你是不是听谁说什么了 我不是听别人说什么 我是亲眼看到的 我亲耳听到的 爸 你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很清醒 儿子 去自首吧 争取宽大处理 法王辉辉 输而不漏 逃 是逃不掉的 爸 既然你知道了 那我就不再瞒你了 是 这些年呢 我一直在做 走私汽车的生意 赚了不少钱 可你以为 我想干这些吗 可我没别的选择 我没有文凭 去不了大公司 也没有钱 做不了生意 要么 我就出去给别人打工 打一辈子的工 我不想别人看不起我 我赵小宝 要么做人杰 要么做鬼雄 我不想想你 这么一辈子过下去 小宝 你到今天这一步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我没尽到责任 没有教育好你 可是 爸 我求你 爸 别这么说 我知道 现在爸说什么都晚了 可无论如何 咱不能去害人呢 我还是劝你去自首吧 爸 我不可能去自首 小宝 就算爸求你了 行吗 爸 我不可能去自首 我如果要是去自首的话 我这辈子我就完了 爸 这样 你 你不是怕我连累你吗 那我现在走 走得远远的 我再也不回来了 爸 爸 小宝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爸求你了 你走不了了 警察就在外边 爸 你报警了 把亲生儿子送进监狱 可能有些残忍 但是赵大宝非常清楚 如果让儿子继续犯罪的话 他会划入无法回头的身云 所以经过痛苦的纠结 大宝最终还是决定 叫来警察 动员儿子去主动自首 争取宽大处理 其实这样做 也是为了小宝的幸福着想 为了他的未来 但是毕竟是亲手把儿子送进了监狱 此刻大宝内心也十分的心痛 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好心 把那么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呢 现在好了 房子疯了 我们住哪 住哪 就住这 我们可是叫了半年的房租 你们有没有良心 当初让你们住那 可是一分钱没让你们多掏 你们现在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喂 当初我们可是没有要搬的 是你爸非让我们搬 你们这样来回折腾我们 我们还没有说什么呢 说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你们就说 你们什么时候搬吧 哎 小贝 我们搬 这就搬了 搬 搬 大宝 你也挺难的 就别再没我忙了 慧芬 看你说的 慧芬 别说是你 任何一个人 有困难 我赵大宝 都不能看着不管 你呀 就安心养病 好好的 大宝 认识你 是我的幸福 和你在一起 我对他失踪 我感到非常开心 我这辈子 不知味 这辈子 你自己的知名 你应该可以 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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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对 小贝啊 把我们家那十万块钱存款 给我拿来 干嘛 我要给你黄阿姨治病 不行 咱们家可就那么点家底了 爸 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你以后能不能别管别人家的事了 这么多年了 你说你帮别人做了那么多事 可是到头来 现在哪个人不比你有钱啊 你现在除了换了好名声外 一无所有 爸 我看就你傻 人家都忙着挣钱 你却整天忙着帮人家做好事 小贝 钱可以再挣 可是人的良心 是钱换不来的 爸看你说的 跟我都没良心似的 我不是不让你做好事 关键是你也看咱们家的情况了 咱们现在都没有地方住了 哪有那么多财力和精力 去照顾别人啊 别人的事我可以不管 可是你黄阿姨的事 我不能不管 为什么 就因为你喜欢他 爸 我不是不支持你找老爸 但是你总不能 把一个负担带回家呀 你这样说话 太伤我的心了 小贝 也怪我平时太溺爱你了 有些事 我不想说出来 是怕伤害你 可是现在 现在我不得不说了 不只是为了你黄阿姨 也是为了你 其实 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爸 你说什么 你的亲生父亲 叫王猛 黄阿姨 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我这么怕我吗 你这样说什么玩意 乱七八糟 人家一旦干什么 看就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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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都不凉起对外的风汗了 让你干什么 你怎么管 嗯 快 discouraged 老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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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芬 你这 你这 你这是咋了 我把我母杀了 啥 想被你帮我照顾 我已经报警了 慧芬 就这样 慧芬被判了无期徒刑 经过一再的减刑 这才出狱 她在我们小区里卖菜 就是想每天能多看一几眼 难道 你真的不理解 你亲生母亲的心吗 爸 你别说了 别说了 我错了 你是我不该管别人的事 如果我不管 你能长这么大吗 我不帮 能看见你母亲躺在病床上死吗 爸 爸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 就是我不懂事 是我错了 好孩子 你能有这份小心力 爸 也满足了 小费 妈 妈 妈 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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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爸 妈 妈 妈 爸妈 今天是你们的大喜日子 开心点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一二三 牵着 我们被赵大宝所感动 他为了让养女小辈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 提升了亲生儿子上学的机会 知道儿子小宝放了岁之后 就让儿子神崖之后主动的送他去监狱 做出了一个痛苦的艰难的决定 为了救助曾经的爱人黄慧芬 他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让黄慧芬在生命的尽头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婚姻的幸福 我们真的希望像赵大宝这样的人能够更多一些 都焕发出我们人性的真善美和美好的品格 同时我们要强调 如果说赵大宝知道儿子有所自的行为 而故意不报的话 会涉嫌包庇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310条 明知是犯罪的人 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 帮助其逃逆 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因此 无论是治病救人 还是维护法律尊严 赵大宝做的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希望他今后的生活能够继续的幸福下去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明天见